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並不是說要搶什麼投降 而是代表的是 我們要為民眾站在地線勇於認識 更重要的是展現監督制衡的決心 尤其看到新內閣的上任 新內閣現在整個種植之後在上任 但是真的變動的幅度差強人意 讓國人沒有感覺 我們希望新內閣所謂的溫柔 不是只是對自己人溫柔 不是只是對敗選者溫柔 而是要真正正正對於台灣人民溫柔 im邊 im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